最近純股族都常問我 金融股還是有未爆帶拿 那純金融好嗎 不好 至少金融不好 我問大家一個簡單的邏輯 聯準會什麼時候會降息 他說金融不會嗎 那你為什麼不明年再買 我如果要純嘛 我一定是越便宜越好 然後很顯然不夠便宜 我先跟你講 如果有一天聯準會說他要降息 那你的金融股一定再殺一次 聯準會什麼時候會降息 就是我發現市場有問題了 就是股票已經崩一次的時候 它才會降息 股票有熱度投資能致富 歡迎收看本週的台股熱度榜 在近期非常燙的話題 三月升一馬已經塵埃落定了 那麼包大人的說詞是先割後鷹 可是鷹哥是在桃園沒錯 對 先割後鷹 但是難道行情就就此結束了嗎 很多人在想說那五月份呢 那費德的底氣夠嗎 還是意味著很多事情說穿了 其實就沒意思了 那包大人您不說 其實市場早就 呵呵 對 好 節目當中呢 依然為你邀請到的是 來今天的大來賓 素有最懂包大人的心的 這位老師 我們的Day老師好 嗨 大家好 好的 那麼今天呢 要來聊聊喔 關於這個第一個議題 進入危機拆彈成功了嗎 那麼有請呢 這個拆彈專家劉德華 我覺得難 難嗎 難 不好解嗎老師 不會不好解啦 我簡單解釋跟大家聽喔 SVB不會是最後一個啦 是 第一共和也不會是 瑞幸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等一下 瑞幸也不是最後一個 對 那 後面一定還有 後面一定還有喔 因為其實 極速升息之後喔 整個市場其實蠻期待說 費了什麼時候要停止升息 是啊 但實際上三月在升一碼嘛 嗯 甚至其實我們現在往下來看 嗯嗯嗯 從整個利率會議的結論來看喔 對 其實美國升息之後喔 大家依舊在擔心說 那真的升完了嗎 對啊 真的升完了嗎 對啊 真的升完了嗎 你看這個手偷偷來看 以點證圖來看嘛 其實這個大家都有看到喔 他會後公布的點證圖 哇 哇 終點利率最多的 左手邊2023年喔 欸真的很猛耶 5.1耶 哇 5.1的意思就是說 還可以再升一碼耶 所以5月份 我不曉得5月會不會升 因為到時候可能還有變數 但是如果 聯準會沒升完的話 嗯嗯嗯 那其實整個金融銀行相關的股票 都會有危險 欸那 我們看最直接的 喔 費了Watch 先跟大家分享喔 費了Watch其實非常非常精準喔 嗯 那但是它是一個會變動的 因為這是職商所 它有點類似期貨的意思喔 是 就是說大家去猜 到底是升級碼這樣子 嗯嗯嗯嗯 那畫面上呢 左手邊的是0 對 右手邊的是1碼 1碼 所以現在大部分的人是壓5月不升級 喔可是 可是還有變數 因為這會變喔 現在照5月還其實蠻長的一段時間 還蠻多月喔 所以這個會變 喔了解 那你其實 從我們畫面上這些數據來看喔 嗯 其實聯準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喔 嗯 也是過去一段時間我一直跟大家講 鮑爾被市場詬病的 是 呃 大家來講說 2021年喔 其實聯準會就應該要升級了 對不對 2021年那個就升級 那時候通報就很起來啦 對對對 可是聯準會並沒有預先做這個動作 嗯嗯 鮑爾是其實很delay的非常非常慢 到2022年3月才升級 而且才升一碼 嗯哼 可是你發現他後面用標的 是啊 兩碼再來三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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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連鎖 對對對 他後面用標的 哇 銀行業為什麼今年爆發這樣的危機 是去年的升級速度超級無敵快 嗯哼 超級無敵快 欸真的 真的快到讓人家會覺得 欸好像有點難置 難呼吸的感覺 你想嘛 2022年的3月到現在剛好一年 是 美國的利率是從零 欸很好欸 到現在的4.75到5 哇 剛好一年 他真的是 他一年升了4.75 他真的是用標的 真的是用標車的 而且是不惜 對他不惜犧牲很多東西 他就這樣標 即便像最近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很多銀行業 一開始有壓力有問題的時候 鮑爾還是升啊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的 就是 就是 孤注一職 我堅持就是要升 我覺得他的特色啦 我講過很多次喔 其實憑話我有跟憑話聊過 大家可以注意喔 鮑爾跟過去的聯準會主席 很不一樣的地方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他其實是法律人出身的 所以他非常講究數據 所以一定要他確定看到 通膨壓下來了 他篤定通膨壓下來了 可是 才會停止升息 可是投資好朋友 你要看到 數據篤定加起來 但是 可是數據會落後 可是數據會落後 這個數據是落後的指標 絕對是落後 就像為什麼大家在講說 2021年就應該要升息 因為那時候通膨已經上來了 對啊 記不記得那年鮑爾說什麼 我們沒有看到明確的狀況 這只是短時現象 記不記得 到隔二年他馬上改口供 然後開始狂飆 是啊 然後到現在 通膨好像已經開始壓下來 他說我還沒看到確切數據 有沒有一樣 有味 對所以鮑爾是一致的 所以不難猜 他就是這樣 他其實你看數據出來 到他判斷出來做決策 他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半年以後了 大家要勒緊褲袋 所以大家今年呢 對於金融股呢 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那很多人說 哎呀升息是國外的事情 那台灣到底不能影響 台灣也升啊 台灣也升 但沒這麼多啦 台灣不太可能這樣狂升 因為 不是 台灣本來就沒有 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台灣以 中央的數據來看的話 我們的通膨問題 沒有像國外那麼誇張 所以以台灣央行的習慣就是 半碼 每次都半碼 對 我記得我們上禮拜有 請大家留言 不然為什麼叫要半碼 半碼 我們上禮拜請大家留言 然後你猜這個3月份要升級 有人說那就半碼 哇 哇 怎麼時候猜中了台灣 這麼準 沒有台灣很好猜都是半碼 都是半碼 好啦那各國呢 央行進級的一個貨幣政策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台灣真的升不兇啊 真的真的 你看歐洲 ECB 歐洲也問題很大 歐洲敢升兩碼 真的 台灣就是半碼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太太太就是這樣 很少到一碼的 所以請大家分享 如果說你身邊的朋友呢 手上有金融股的 趁最近有反彈自己還是 對 先走一秒 趕快take他啦 趕快take你身邊有金融股的朋友 來聊聊 這個手上的股票該如何來做處理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討論第二個議題 說到這個議題其實 本人還蠻訝異的 因為這議題 對啊 其實像車 其實我先跟大家講 這件事 據我所理解 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我覺得新聞有點寫得太誇張了 他去吸睛嘛 對啦 重疾 可是 可是電動車這個部分 不是一個長線的一個提示 其實據我所了解 比亞提這件事其實不嚴重 那到底嚴重的地方在哪裡 有人說 我要砍班 那我就要 公共醫院就是要 比亞提砍班這件事是事實 當然砍班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電動車賣不好 那是 是因為那個 中國大陸要現在全力推電動車之後 對不對 他要把油車給淘汰 所以他現在 其實中國大陸的燃油的車輛 已經在整個市場是崩盤了 所以那崩盤就有人六折賣 懂我意思嗎 打折 要是我會可能有 因為他就是二手整個市場崩盤 對啊 是是是 所以你看到目前在2022年 在去年度一整年電動車的市占率的排行的部分 比亞迪是第二名 第一名還是Tesla 可是其實你看 比亞迪拉很近 有欸 他真的是 追得很凶 追得很緊 咬得很凶 那麼另外呢 油電的部分 老師剛剛提到了 我要推電動車 讓我勢必在這一塊的部分 我就要削弱它的一個 對啊 沒錯沒錯沒錯 趕快出去賣掉 就是你知道 比方中國大陸的政策就是這樣子 就是他們就是 會很快速的執行 不會讓你有太多的等待 就超有效率的 是 那這個效率會造成什麼 就是說你原本擁有油車的人 那你知道你油車被淘汰了 那我想賣當然趕快賣 趕快脫手 後面更沒有價錢 對 所以其實中國的油車市場是崩盤的 是 了解了解 那台灣的部分 很多人看到那則新聞 就有想到 對啊 看了欧亞就有虧錢 你看 好啦 好朋友們 我們來看一下 供應鏈大概有這五檔 那其實這裡面 最強的股票就是 台辦跟強茂 真的有漲的 尤其是台辦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辦的走勢 非常非常誇張 好的 我已經比你們看錯了 最近漲得快五成了 五成耶 台北股市過去這兩個月指數沒什麼動 是很動 對它漲得快五成了 五成耶 50個百分點 快早上現在快120了 我的媽呀 它確實這兩天有稍微被影響到 可是它股價還是在創新高的狀態 所以說其實整個車用的狀態是好的 是是是 沒有到沒有真的被影響到 老師那那是對岸的事情嗎 其實台灣的部分 油電還是持續在進行 對啊沒錯啊 但是重點是 因為台灣的市場太小 所以其實很多車用 除了歐美市場之外 中國大陸也是主要市場 是 其實我覺得我們剛剛講的嘛 燃油車被淘汰 對電動車未來來講 你只要 你知道電動車會用到的東西 比跟傳統燃油車很不一樣 所以我發現你就很多相關的族群 像這種二級體的 是 就表現得非常非常好 好的 那麼緊接著來了解呢 在近期五個交易日漲幅 所以說Top10的部分 來看一下 好棒棒第一名 來我們的貝利又回來了 天啊這傢伙 真的是強到不行 強到沒朋友 真的標到沒有對手 讓你 觀眾朋友 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個部分很大的 都是資訊服務業有沒有 一整排 說到了貝利其實它是 第二跟第三集 是榜上有名 非常多次了 貝利 然後智聯之前上榜過 智聯也有 第四集上榜 紅機資訊也是 紅機也 對都有上榜過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美就幫大家 整理的這樣子的 非常用心的資料 其實說穿了就AI啊 其實你講很久了 從我們節目的第一集 要跟你講到現在 AI相關的族群 真的是一波到底 沒在跟你客氣的 但是買起來 真的會有點擔保 我簡單解釋一下 怎麼看 大家看一下 AI這個族群 目前來看 貝利其實是個 非常非常小的股票 股本2.2億而已 先不要講它賺不賺錢 因為這種就是一個 腰骨的特色 一波到底 很好玩的是 它前陣子的回檔 是因為它20分鐘一盤 關關難過 關關過 關關繼續不要 我想說老師 那這樣子的一個走勢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是 可能趁機換手 不是換不換手 這是做到行情結束為止 但是記得喔 這種股票只要再爆量 就不要 就要小心了 量一爆開就一定要賣 所以你沒有的也不要再追了 因為這個你介紹過很多次了 好那另外一檔也是蠻標的 從我們當時好像認識他 從100多塊爆 現在已經來到了 東哥 東哥最近的利多蠻多的 新聞已經曝光了 說這個訂單買到2025年了 等一下 利多已經出來了 新聞已經見報了 要小心 都提醒給大家 新聞有寫的利多 通常是提醒你 是 見好就收 見好就收 好 那麼緊接著來關心就是 近期五個交易日 投信跟外資買賣超在 Top5的部分 你看到這個表 你會發現到 老師我真的覺得這 剛剛有人問我說 這是存股嗎 對啊這是存股嗎 投信跟外資都在封存股嗎 存股我覺得倒不見得是存股 因為以投信的角度 存股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 是 因為投信沒有做那麼長的 但很明顯就是 包括投信包括外資這些法人 尤其是投信 是募最近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抓到什麼好標的 就是因為台北股市 過去這段時間 真的標的都在貴買的股票 對對對 都是中小型股 那所以很明顯 投信有些他也不太敢買 保守 很保守 其實你看過去兩個禮拜 跟大家講過嗎 投信竟然跑去買金融股 對耶 結果金融股殺最慘 真的 所以說投信最近的操作 是有點問題的 要真的好好要調整一下 不然你投信不買華新中 剛剛0050 這還蠻有趣的耶 這個拿來筆記下來一定被點的 好像想到好明明 打掉重練了啦 好不好 這個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因為老買這個 那個計較排名一定很後面 真的 好啦 反正外資比較好玩 外資老師 你上次點到了 很多人說老師 那個台積電 能不能爆 能不能買 聯電比較強啊 對真的 回歸團來聯電這一波其實蠻強的 這邊有一件事跟大家分享 尤其台積電這張股票 台積電這個走勢 來 我跟你講 要抱歉喔 台積電後面 不要漲太快比較好 慢慢漲 因為如果外資真的要買 它往半導體買是正常的 你看外資的路線簡單 要嘛買半導體 對 要嘛就什麼 下面那個是電動車 是啊 所以他在抓這個東西 就是告訴你台北股市的趨勢 要不要半導體 要不要電動車 很明顯 外資只看這個 那他會跑去買ETF 就表示因為電動車本身啊 比方說我們剛剛講的一些電動車的個股 太小了 所以外資沒辦法進去他的選股名單 是 因為外資的買法跟本土法人不一樣 是不一樣的 他一定要市值夠大的股票 外資才可能買 他有一定的規定 對 很多外資都有 所以他也是 你不要覺得外資為什麼只買大股票 他也是被迫 不得 他們的遊戲規則是只能買大的 只能買大的 就是這樣 好 那針對你的投信跟外資的部分 在本周 近榜的這Top5的部分 也提供給好朋友來做參考 那麼緊接著大家最想要 最喜歡的熱度調查 對 大家最喜歡問的東西出來 大家很 真的反應很熱烈 很多想要問的 來平話來幫你問 台積電跟鴻海 老師今年 您看好哪一支股票 還有包括了金星科 為什麼沒有像創意 世新KY 這麼的萌 那另外呢 具有科技會被關多久 就我知道 我剛剛查一下 3月30號 3月30號 好啦我簡單先說明一下 台積電跟鴻海 當然是選台積電 等一下 台積電跟鴻海選台積電 嗯 沒有為什麼 因為鴻海的電動車的都是 就是 漲到別的股票去 不是漲到鴻海去 漲到鴻海去 對 漲到育龍車去 所以沒有漲到鴻海 那大家不要太期待鴻海 後面好不好 是 但如果用台積電來看的話 我建議大家 台積電指數不要漲太快 嗯 行情就是這樣 當台積電只要一大漲 台北股市的多頭很快就會結束 真的 這件事要提醒你 在未來這件事 未來一兩個月 這件事一定會發生 是 所以只要台積電慢慢開始噴出去的話 你就 對 聽得懂 這個意思 聽得懂 嗯就懂了喔 好如果說你有任何股票的問題 也歡迎大家在我們的視頻下方留言 來做詢問 那麼接下來下一檔 問的人很重要嗎 中信金 最近純股主都常問我 對呀金融股 還是有未爆蛋啊 那純金融好嗎 不好 至少今年不好 直接 不好 因為這一定還沒跌完 我問大家一個簡單的邏輯 就是 聯準會 什麼時候會降息 他說今年不降啊 今年不會嗎 那你為什麼不明年再買 你可以買平 對啊 我從今年我如果要存嘛 我一定是越便宜越好 當然 對不對 投資朋友們 你要存金融股 包括中信金也是 我們國票啦 玉山都一樣 越便宜越好 對啊 因為便宜我才買得多張啊 他如果配股配息 不是存起來更舒服 對不對 那很顯然不夠便宜 還沒降息你急什麼 因為等到聯準會真的想降息的時候 我先跟你講 如果有一天 聯準會說他要降息 那金融股一定再殺一次 為什麼 因為表示有金融問題 金融風險很高 他才會降息 聯準會什麼時候會降息 就是我發現市場有問題了 就是股票已經崩一次的時候 他才會降息 所以那個還早的 天啊 我現在是跟你講 很多個月以後會發生的事 沒錯 記得我現在給兩個東西 金融股不只有未爆蛋 一定還有 一定還有喔 其實我前陣子跟一個朋友聊 很多人都說那個 什麼 SV 那個 SVB 是那個什麼 雷曼 我說錯 很多人會比較 錯 他是貝爾斯的 是什麼意思 大家自己去查 哇塞 我點到為止 好 下一檔 金融科 其實金融科是記憶體相關的 最近記憶體相關的股票都有機會 如果你有的話 可以稍微hold一下 因為像今天南亞科 華邦店都已經上去了 所以金融科是記憶體相關的有機會 也沒什麼漲到的股票 好 還有 艾浦 老規矩就是 一路向上嘛 凱旋高歌嘛 但如果你覺得賺到有點多了 有點餓 對 你也可以先揮一道解 有人嫌賺到有點噁心嗎 不要再追高了 因為AI的股票已經漲蠻多了 真的漲很多了 追高風險很高 是的 還是要提醒你 如果你原本就有的 你反正從一百多到現在已經快一倍了 對啊 一倍 想賣就賣 量成即時就給他賣一賣了 所以說這個公司說 今年賺多少錢的時候 那一定要賣 對 他如果說今年賺很多很多錢的時候 記得 一定要賣 他就暗示你 好 那接下來這一檔呢 好 東元我覺得是未來這一兩年都是個好標的 未來只有一兩年 因為台灣在整個節能 儲能 風電 這個綠能的發展 東元它是電機股 你會知道中興電嗎 華城嗎 對 還有一檔就是東元 這三檔 你只要一談到綠能 節能 儲能 他們都有機會 綠能 節能 儲能 這個題材 不會是一兩天嗎 當然啊 會好幾年嘛 它也是一個強行的一個節奏 對 所以短線你不見得要追 但是下次一定有機會 所以它是個好標的 好的 把你放進去你自己的選股池 好 那接下來剛剛提到了 來 金星科好問題 因為它去年第四季是賠錢的 為什麼它沒有像艾埔啊 為什麼像事情創意那麼強 對呀 是因為它獲利 它第四季了解啊 畫面上第四季賠兩塊多 人家所有的西四代股票都嘛 季季增之後它是賠錢的好不好 季季增 月月增 它是賠的 所以它基本上是稍遜 這是沒辦法的事 是是是 但它今年也是不錯啦 據說有機會賺十塊啦 據說而已啦 可是最近股價有點 對有點牛啦 所以如果你喜歡西四代股票的話 我覺得你下一次來買西四代的時候 可以把先選別檔比較好 你有創意有世心有巨有科 這麼多檔可以選 有賺錢的嗎 有獲利有益 金星科也是有賺錢啊 只是它就是不像人家業績那麼漂亮 對對對 因為人家是每個月都賺 它怎麼突然有一個月是 是然是負的 對所以為什麼它股價來到五百多 都是挺的 這是有原因的 好那接下來很多好朋友在問 這一檔股票 巨有科小創意的部分 巨有科 巨有科 就關到三萬三十嗎 對三萬三十 二十分鐘一排 這也是AI嘛 就跟那個貝利很像 可是你看它雖然是二十分鐘一排 但是它越關 它股價是越來越往前走 你說 越幹越大尾 對 那你去收不到 好朋友們 這就是AI股最近的特色啦 台北股是這一波 因為加權指數幾乎沒有動 所以像我們剛剛講的貝利 這種資充訊服務的 或者是像巨有科這種IPC制裁的 都有一種明顯的漲不完的現象 對耶 只是說因為真的漲幅非常非常大了 從底部起來已經快兩百趴了 快兩百趴了 不建議你追啦 那它限盤是到三月三十號 對的 那還是那句老話 如果你覺得漲太多了 漲得讓你覺得太噁心了 說不了啦 是 那就毀了解 大不了就賣了嘛 對大不了賣掉就好 因為我們賣 本正你有鎖定我們這個節目 應該已經 這些都已經被你熟到不行的股票了 真的熟到不行的股票了 賺到不行的股票了 真的 想賣可以賣 為什麼說你每週一定要來關注我們的節目 因為在我們的節目的最後都會來推薦一檔股票 對 下週來做 其實我上禮拜跟大家講 息子才沒有漲 真的 這檔股票 上週分享的耶 上週五分享的資源 那時候一九幾嘛 今天漲停嘛 對 忘記各位 又創新稿 20塊錢的價差 因為他就是比較沒漲到的息子才 所以他今天漲停 所以你看聽節目是不是輕鬆轉 對 漲停就信手拈來 每週一定要來觀看我們的節目喔 好的 那麼到了最後還是要來請老師 老師 下週要關注的標題 這一檔很有趣 畫面上這一檔 五三五一的慾創 慾創 雖然獲利能力普普通通 我領得你普普通通喔 他是做Type-C嘛 USB的嘛 對 然後另外一部分就是 他是那種號稱AI股 號稱 號稱 什麼都跟他有關係對不對 前兩年元宇宙的時候 他也說我有元宇宙啊 然後股價就從50塊噴到100 很猛耶 對他就是那個每次都說我有啦 但實際上就還好啦 但股價就還滿猛的 所以如果如果他下禮拜可以突破前一波50點幾那個高點的話 應該就滿精彩的 好的好的 可以期待一下 來提供給網友們來做參考喔 所以千老朋友如果說你有任何股票的問題 一定要把你的問題寫下來 對寫下來告訴我們 要寫下來告訴我們 在我們的視頻的下方 資訊欄都可以直接來做留言 節目當中都會幫大家來做回覆囉 沒錯 好本週提供給大家來做參考的 就是5351的預創 好 投資要人幫記得每周來看榜 台股熱度榜我們下周見囉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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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